最近,许多人都在关心中东动荡局势、俄罗斯内阁总辞、中美签协议。 可是这几天,一条重要的资讯,却被许多人忽视了。 那就是,2020年1月15日,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 2019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0.8%, 相比5%的预期增速,下降4.2个百分点。 上海市长英勇表示,今年政府将继续带头过, 仅日子各部门一般性财政支出,一律压减百分之十以上, 部门经费全部取消。 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显示, 2019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呈现低增长态势, 受多重因素影响,包括减税降费效应持续扩大, 部分重点工业、行业税收贡献下降等。 今后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将加大。 2019年,全市新增减税降费总额超过2022亿元, 相应减少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788亿元, 影响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11个百分点。 虽然说的是上海,然而,这市的影响却是全国范围的。 作为中国中央财政的第一大来源地, 其地方财税收入锐减,那么国税能持续性地独善其身吗? 原本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为了刺激地方经济, 这样长期来看,国税和地税都能得到好处。 但是,实际上,2019年上海的GDP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暴涨, 仅仅是稳在了原有的位置。 其实,常年GDP的三分之一,作为国税交了出去, 真正留在本地,用于投资和消费的金额是不多的。 所以,作为中国第一的国税纳税大户, 其经济和财税的情况,不仅仅是它自己的世界, 也是整个国家的世界。 然而,有一个问题,却值得提出来。 如果上海的经济盘子无法进一步做大, 那么,以后又能上交多少新增国税呢? 从前车之鉴来说, 此前天津广州等很多国税大户, 基本上都是地税先下降, 然后国税也开始交不动了。 从上海目前的财税和经济数据来看, 其实,下行压力并不小。 如果,按照这种节奏下去, 是不是以后,上海也要向中央提出转移支付了呢? 要知道,原本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, 很多都伸长脖子, 等着来自国税的中央转移支付。 如果未来沿海还有更多的城市也伸手要工资, 中央财政可吃不消。 地方财政支出扩张, 是地方经济的主要牵引力。 现在可好, 各地都是面黄鸡瘦的, 连吃饱饭都快要出问题了, 还要他们产业升级, 这怎么可能? 而且,里面几个混得好的, 也开始发现余钱不够了。 去年的办法是发债, 给各个地方一定的额度, 不许超过, 先把眼前日子对付过去。 2019年算是平稳度过了。 然而, 地方上发的都是短期债, 而且本来资金缺口就是越来越大了。 到了2020年, 年头一看, 缺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了。 也就是说, 光靠地方债, 光靠中央转移支付, 或许已经是不够了。 今年各地资金缺口, 起码在6万亿以上, 很有可能会触摸到7万亿。 这么多的钱, 哪里去找? 说白了, 就剩下土地财政了, 那些原本就没有什么产业的, 却还要养一大帮的老老少少, 除了把房子拉起来, 也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。 考虑到2019年的减税降费的政策, 以及其效果不算非常明显。 2020年, 全国各地的财政情况, 预计压力会更大。 所以, 2020年初的楼市, 因各地政策放松和刺激, 很可能会出现局部小阳春的局面。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, 1月16日, 央行公布了2019年12月的金融数据, 12月新增涉容2.1万亿元, 同比多增1719亿元, 广义货币同比上升0.5个百分点至8.7%, 狭义货币同比升0.9个百分点至4.4%, 人民币贷款增加1.14万亿元, 同比多增543亿元。 其中, 12月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4824亿元, 环比基本持平, 而同比改善较为显著。 其中环比多增135亿元, 同比多增1745亿元。 说明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速稳中有升, 显示目前房地产需求仍较为稳定。 各大城市在阴城失策的指导下, 加大争抢人才, 给予更多的购房金融支持, 促进了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增加。 而在春节前夕, 央行也在大手笔补充流动性。 1月16日, 中国央行公告称, 以利率招标方式, 开展3000亿元的14天期限逆回购操作。 当日, 无逆回购到期, 央行实现, 尽投放3000亿元。 而在1月15日, 逆回购, 加上中期借贷便利, 尽投放4000亿元。 所以, 央行连续两天补充流动性, 一共持缘了7000亿元。 客观地说, 目前央行对于房地产的调控, 相比之前算比较踪的, 这对于控制房价,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 有些城市, 年初发生小阳春, 可能并不意外。 所以, 2020年, 在全国范围的核心城市来看, 起码有一段亢奋期。 接下来, 我们来看另一方面。 1月17日, 中国统计局表示, 初步核算, 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, 99万0865亿元, 按可比价格计算, 比上年增长6.1%, 符合6%至6.5%的预期目标。 但是人口形势却不乐观, 截至2019年末, 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4亿, 比上年末增加467万人。 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, 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十点四八。 而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, 占总人口的12.6%。 总人口首次突破14亿人, 而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却创出新低, 老龄化创出新高。 其实, 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量, 一直处于放缓态势。 1999年全国人口增长超千万人, 2018年近增长530万, 2019年仅增长467万人。 与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之后的1786万人相比, 整整减少321万人。 从人口出生率来看, 形势更为严峻。 2019年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十点四八, 不仅低于放开全面二孩之前的2010年代, 与作为人口出生高峰的1980年代相比, 更是出现大幅腰斩。 这意味着, 全面二孩的政策红利已经基本释放完毕, 再一次证明, 仅靠现有的政策, 难以逆转既定的人口形势。 如果这一态势持续, 未来有可能出现总人口负增长的情形。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, 全球正在普遍面临人口增长放缓的问题。 从2010年起, 全世界有27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数量, 至少下降了1%。 其中, 最典型的当属日本。 2019年, 日本出生人口仅为86.4万人, 创下1899年以来的新低。 而当年死亡人口高达137.6万人。 这意味着日本当年人口负增长51.2万人。 这已经是日本人口连续9年负增长, 总人口已从2008年的1.28亿, 下滑到如今的1.26亿。 这无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警惕的现象。 有人认为, 要人口增长干嘛? 14亿人不是很多吗? 但是, 2019年, 中国的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2.6%。 相比2018年的11.9%再增0.7个百分点, 离14%的深度老龄化门槛越来越近。 一般而言, 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7%以上为老龄化社会, 14%以上为深度老龄化, 20%以上为超级老龄化。 老龄化加剧, 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储蓄率的下降, 更意味着养老金压力的与日俱增。 早在2016年, 青海、吉林、 内蒙古、 河北、 湖北、 辽宁、 黑龙江7省份养老金, 就已出现收不抵制, 而黑龙江更是耗尽, 所有历史结余。 其实, 人口不是负担, 而是资源。 无论人口增长态势放缓, 还是出生人口不断下滑, 无论是劳动力人口占比减少, 还是老龄化再创新高, 对于经济和资产投资, 都将产生深远影响。 对城市来说, 当人口红利不复存在, 抢人大战就成为必然选择。 从争抢高权利人才, 到争抢劳动力人口, 抢人大战只会越来越白热化。 对个体来说, 随着人口增势放缓, 人口流动的去向, 无疑更为重要。 劳动力往哪里去? 年轻人奔向哪里? 哪里就是经济产业, 乃至房地产的支撑之地。 最后, 关于2020年的经济形势。 因为近期制造业数据短暂回升, 有人据此认为, 经济已经起稳回暖。 其实这只是短期若起稳, 中期形势依然严峻。 我们可以看到, 2020年初, 财政货币政策再度集中发力, 贸易摩擦短期缓和, 一季度经济会短期起稳。 但2020年年中将再度下行, 房地产投资受融资收紧影响, 处在下行通道。 基建年初发力, 制约后续回升空间, 居民部门的高杠杆率等因素, 制约消费回暖。 美国经济增长都能驱弱, 贸易摩擦仍有反复可能, 企业家信心不足, 改革进入深水区。 所以2020年, 形势依旧严峻。